明天起来,我认为,我生日很幸运 你知道我做的吗? 要回到你吗? 没有 你知道我做的吗? 光阳二三是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月 这几天所在的城市下起了大雪 行走在大雪之中会让人浮想连篇 不知怎的,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很喜欢的故事 今天我想说给大家听 一起来看,兄弟 2007年10月7号 美国海军陆战队尚尉珊姆 按照惯例,再次写下自己的遗书给妻子格雷斯 尽管珊姆知道妻子是有多爱自己 只是每次任务之前的遗书 都会让珊姆有一种走到尽头的感觉 那是一种生命的假设死亡 那会让人感到悲伤,感到绝望 写了太多遍的珊姆 只能把我爱你作为不断重复的话语 珊姆惯例地把信件交给少校 因为真到了那个时候 要确保家人收到了自己的遗书 珊姆有着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 妻子格雷斯是自己高中的杏梅竹马 两个女儿,小女儿马基可爱活泼 而大女儿伊莎贝尔 却有着超出同龄人的成熟 她厌烦父亲的每次离开 她不喜欢没有父亲的日子 尽管珊姆还是那个能逗笑女儿的父亲 她还是需要在临走前再做一项工作 接自己的弟弟回家 如果说妻子格雷斯有多么的不喜欢珊姆的弟弟 那么珊姆就有多爱自己的弟弟汤米 这一次,汤米终于获得保释出狱 入狱的原因也很简单 醉酒闹事 因为酒精是汤米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 路过银行门口时 珊姆提议自己的弟弟不如向受害者当面道歉 然而汤米直言不谈,只因为在她看来 哥哥的话语像极了自己的父亲 今晚全家人齐聚在一起 要庆祝难得的团聚 只是叔叔汤米已经记不起两个侄女的区别 小女儿马基直言母亲不喜欢叔叔 不喜欢汤米的不只有格雷斯 对于父亲来说 珊姆几乎继承了自己的所有优点 运动出色,听话懂事 更是加入了最出色的部队报效祖国 然而汤米却从来不听从于父亲 如今身无常物,更是屡屡作奸犯科 打心眼里,父亲不认同出格的汤米 如同马基和叔叔一样都不喜欢豌豆 而姐姐依莎贝尔却总是希望得到父亲的肯定 所以不到三两句话 父亲已经厌烦了汤米 你为什么不能像你哥哥一样出色 你为什么总是一副让人讨厌的样子 那一刻,汤米愤怒了 重重砸下的声音吓坏了所有人 珊姆及时阻止了出格的弟弟 而那个父亲,却才也不想看到 这个一点也不争气的儿子 没有人喜欢汤米 除了那个一直照顾自己的哥哥山姆 两人的前半生有着截然不同的道路 山姆需要按照父亲的安排 加入部队,娶妻生子 而汤米从来都不听从于任何人的号令 好在山姆有着深爱自己的三个姑娘 2007年10月12号 在家人的不舍中 山姆再次启程去往遥远的阿富汗 奇怪的是,山姆对于这个遥远的国家更加熟悉 仿佛这里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同样的夕阳照射着山姆和格雷斯 他们都会分享自己看到的一切 那个时候,格雷斯认为 是山姆在遥远的地方保护着一家人 那个时候,山姆认为 家人从来都是支持自己回到国土的方向 只不过这一次,山姆的飞机被敌军击落 一切的美好到这里戛然而止 当两个女儿打量着门口的军人时 他们并不知道身穿军服的陌生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格雷斯知道自己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山姆不幸坠机身亡 格雷斯记不起那一天自己是怎么度过的 只能不断看着家庭录像 不断打去早已关机的手机 强迫自己咽下这个悲痛的事实 此时,酒醉的汤米开毁了哥哥的汽车 汤米很想解释是哥哥把车借给了自己 格雷斯知道汤米有权知道发生了什么 然而汤米根本无法接受 他大吼大叫 我只是换回汽车 为什么要告诉我最难过的事 那一天,汤米像极了委屈的孩子 因为那个一直照顾自己的哥哥 再也不会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汤米只得把噩耗告诉给住在对面的父亲 当年,母亲去世 父亲总是醉酒打人 是哥哥山姆站在了父亲的面前 表现出优秀,表现出懂事 如今,哥哥已经去往天堂陪伴母亲 整个小镇都在为英雄的离世进行悼念 只是祭奠当天 伊莎贝尔还是不愿意穿上裙子 似乎只要不穿上 父亲就不会离开我们 格雷斯怎么会不知道女儿的难过 于是这一天 两个女儿都如愿以偿 只是那悼念的歌词没有人愿意提及 只是汤米从来都不会开口附和 父亲也曾是军官 所有到场的宾客 都对于山姆一家的付出 表达了崇高的敬意 少校拿出了临走前山姆交代的遗书 格雷斯至今都感觉不到任何的痛苦 似乎山姆还没有离开 似乎他会一如往常一般回到家里 事后,汤米想代替父亲开车 但是如今已经醉酒的父亲不断地羞辱汤米 那是一种直白的厌恶 似乎他希望用汤米代替死去的山姆 这样自己就不会失去最爱的儿子 基姆想制止父子的争吵 这是格雷斯第一次听到家族的隐秘 原来当年兄弟二人没少遭受父亲的毒胆 而为了弟弟 山姆选择了屈服和听话 格雷斯拿着丈夫的遗书 一想就是整整一页 他还是不敢打开那封冰冷的事实 因为他多想,这就是一场梦 然而如今的山姆也觉得一切都是梦 虽然飞机坠落 自己和另一个队员乔伊活了下来 不幸的是,他们被当地人抓住 如今无法联络的二人只能作为俘虏 去往他们根本不知道是哪里的目的地 当地人把山姆二人关进地窖 不断翻看着属于二人的物品 乔伊本能地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毕竟自己刚有了自己的孩子 妻子凯西还很年轻 山姆急忙告诉乔伊 不要告诉敌人任何的事情 你只需要知道 这里只有你和我两个士兵就行 凌晨一点的大洋彼岸 格雷斯依然无法入睡 此时汤米打来电话 原来汤米希望嫂子可以颠覆酒钱 只是看着依然玩闹幼稚的汤米 格雷斯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为了你的事情 我让两个女儿在凌晨三点睡在停车场 你觉得这一切好玩吗 把两个侄女带回家 汤米就醉倒在了沙发之上 清晨 小侄女马鸡的搅拌声音吵醒了宿嘴的汤米 原来两个姑娘想给母亲一个惊喜 姐姐伊莎贝尔建议做一份煎饼让母亲开心 然而那个担心的母亲提前走下了楼 此时父亲带着东西走进了家门 格雷斯本能性把厨房让给了父子 只是清醒的父亲如今多了一份愧疚 他抱歉自己当天的行为 汤米提起了哥哥山姆 那一个父亲陷入了对于山姆的回忆 山姆当年曾经是学校最好的四分位 在父亲看来两个孩子都有着各自的天赋 只是山姆从来不会放弃 从来都会坚持 如果你哥哥还在 多好 一句话让老人瞬间泪流满面 是啊 父亲 我也宁愿用自己的钱换回我的哥哥 你看看你嫂子 她是怎么生活在如此破旧的厨房 父亲的一句话让汤米上了心 两个月后的一天 格雷斯也不相信 几个大男人就在自己的家中翻修起来 格雷斯叫做汤米 告知对方如果翻修 一定要事先征求自己的同意 只不过汤米和朋友帮忙的态度 还是让格雷斯心怀感激 与此同时 山姆和乔伊已经在暗无天日的低窖 整整囚禁了60天 如今 乔伊已经变得异常 他质问山姆 当时为何在追击后救下自己 他不相信外面的敌人会真的释放二人 山姆冷静地安慰乔伊 因为如今的情况 只有自己的冷静 才能让唯一的战友有所希望 然而一变突起 当地人和敌军达成了交易 山姆急忙提醒乔伊 不要透露任何信息 最终二人抵达了敌军的大本营 在这里 首领吩咐手下记录一切 更是在山姆二人面前 亲自主角了背叛战友的叛徒 首领以此声明了自己的立场 要求山姆二人亲口承认 自己的部队不是违和 而是侵略 山姆当然不会同意这份屈辱的声明 至此 他和乔伊被分开囚禁 那片冰冷的山洞 成为了山姆新的牢房 似乎夫妻二人有着心灵感应 格雷斯的悲伤终于到来 他几乎没有任何力气下床 厨房的翻修仍在继续 每一天 汤米都会带着朋友和两个侄女一起粉刷新墙 他们会给女儿们讲述当初山姆的厉害 此时小女儿马基不小心打翻了漆头 格雷斯只得上楼为朋友更换裤子 面对属于丈夫山姆的旧物 悲伤再一次占据了格雷斯的心 他听得见楼下众人开心地玩闹 却再也不想看见那些属于爱人的东西 朋友不理解为何格雷斯会拿出如此多的东西 汤米明白嫂子的悲痛 提议朋友赶紧拿走 因为拿走了东西 或许就可以赶走悲伤 山姆不知道如今过去了多少天 每次的清醒 都是眼睁睁看着乔伊被对方折磨 山姆从来不多说一句 只是告诉乔伊 不要告诉对方任何信息 只有守口如瓶才能真的活下来 不幸的是乔伊还是屈服了 他说出了首领希望说出的话语 更是把山姆的所有信息告诉给了敌人 那一刻山姆知道 自己在对方面前已经再无筹码 另一边经历了最初的悲痛 终于等来了格雷斯的生日 汤米带着所有家人为格雷斯准备了惊喜 父亲也对于汤米翻修的厨房甚是满意 看着祝福的烛光 格雷斯一时间恍惚起来 好在他吹下了蜡烛 也在心中开始放下不敢回首的过去 那是外出滑冰的一天 伊莎贝尔很羡慕妹妹马基 因为只要是马基在 她就是全场最受喜欢的孩子 汤米告诉自己的大侄女 当年正是在脚下的这条河中 自己的哥哥山姆救下了溺水的自己 而你伊莎贝尔像极了你的父亲 接受你自己孩子 其实所有人都爱你 或许也正是这一句话 伊莎贝尔第一次开始喜欢 这个从来不靠谱的叔叔 格雷斯也不敢相信 两个女儿能够和汤米相处得如此融洽 相比较自己 伊莎贝尔很喜欢待在汤米身边 家人的爱是一种温暖的力量 汤米想起了哥哥当初的告诫 鼓起勇气走进了受害者的办公室 如是重负的汤米找到格雷斯聊天 他也不敢相信 对方真的原谅了自己 原来所有人都不是真正的恨自己 自己从来都有着重新开始的机会 重新开始四个字 是格雷斯最希望的事情 他感动于汤米的故事 想当年 汤米山姆两兄弟和自己都是同学 从来没有注意过汤米的格雷斯 这才发现 弟弟汤米有着区别于哥哥的色彩 特立独行 我行我素 像极了那个时候 拉拉队长的自己 这一刻 两人交汇的眼神中 一种属于男女的情愫迅速升腾 汤米情不自禁地亲吻格雷斯 格雷斯急忙阻止了 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因为他的丈夫刚离开不久 而最不应该重新开始的 正是丈夫的弟弟 汤米怎么不知道 这一切不应该发生 一时间 他泪流满面 他忽然感到了羞耻 更加感觉到了 对于哥哥的思念 只是那个汤米离开的家里 有着一个女人在纠结如今的生活 有着一个妻子在设想方才积蓄的话 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那一晚 汤米格雷斯彻夜难眠 备受煎熬的同时还有山姆 他依然要一遍遍亲眼看着乔伊 被对方反复折磨 终于在那一个寒冷的清晨 手里拿出了那根冰冷的铁棍 你或者他 你们二人只能活下来一个人 山姆本能地扔下了铁棍 残害战友 这对一个军人来说是不可能的 那么你想回家吗 你想再次见到你的家人和女儿吗 手里的蛊惑 敌人拉起了枪栓 无数欢呼 无数叫感声中 那一根良知和道德的心弦终于崩断 那一根铁棍终于砸在了乔伊的身上 山姆还是在录像的拍摄下 活生生打死了自己的战友 自那之后 山姆再也不敢回想 再也不会说出任何一句话语 几天后 敌军营地被美军发现 本想击杀山姆的敌人 也最终被自己的战友成功击毙 山姆终于走出了山洞 迎来了真正的获救 自从那一吻过后 汤米许久都不敢再次来到格雷斯家中 无奈因为翻修问题 汤米终于借机向格雷斯表明了来意 格雷斯深知那是一次错误 或许只是两人太过思念山姆 如今 父亲也觉得小儿子变得不透 毕竟他真的完成了整个厨房的翻新 日子一天天过去 如今两个女儿特别喜欢叔叔汤米 格雷斯也不知道 他是在开心两个女儿的玩闹 还是开心有这个男人陪着自己 此时一通电话打断了这份甜蜜 一瞬间 格雷斯简直不敢相信得到的信息 吃惊 不敢相信 甚至还有一丝愧疚 因为那个思念的丈夫竟然起死回生 竟然还活着 当飞机最终抵达落地 格雷斯依然整理不好如今的心情 只不过丈夫山姆变得更加消瘦 脸上也有着清晰的伤疤 生死之间 山姆几乎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他能感受到妻子的复杂 也能感受到 弟弟似乎有着一丝不为人知的情绪 只是看着已经完全不同的厨房 得知是自己弟弟帮助翻新 一种不好的预感在山姆心间生疼 他很想躺在属于自己的那张睡床 毕竟最爱的三个姑娘 才是支撑自己熬过了无数恐怖的夜晚 起初十分 格雷斯终于看到了丈夫经历了什么 满身的伤疤不用说明 格雷斯也知道 丈夫一定遭受了非人的待遇 只是山姆如今变得很冷漠 对于格雷斯再也没有了当初的温情 发现山姆不对劲的不只有格雷斯 父亲本能觉得 大儿子有着一股生人无尽的气息 这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父亲比谁都了解 当初自己也从战场死里逃生 开始需求 开始对于兄弟拳脚相加 山姆不知道该怎么和父亲讲述 如同他看着和妻女玩耍的弟弟 比自己更像是这一家的真正父亲 告诉我弟弟 你和我妻子上床了吗 汤米震惊于格格的文化 他当然否认这种荒唐的事情 他不明白 如今的山姆只想要一个答案 一个当初支撑自己回家的最终答案 这个家到底是不是还是我的家 因为山姆发现了妻子和弟弟的不正常 两人的眼神交流 简直如同热烈的情侣 那一次 汤米沉默了 得不到答案的山姆没有等来妻子的答案 不久后的一天 一个出生的男孩出现在家里 那一天 乔伊的妻子找到了格雷斯 原来乔伊的妻子做了一个很恐怖的梦 他梦见了自己的丈夫分崩离析 血弱模糊 他看见山姆笑着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 但是他本能地讨厌山姆 如同他不知道面对如今活着回来的山姆 他想知道自己的丈夫到底是如何身亡的 只是山姆不能说 也不敢说 因为只有他自己 知道自己当初到底做了什么 这种想法造成的内疚 让山姆根本无法入睡 他想收拾杂乱的厨房 却对于任何的东西都感到不满意 屋外的狗肺让山姆瞬间紧张起来 然而惊醒的格雷斯也发现 山姆手中拿着上膛的枪 压抑的沉闷感觉让山姆想逃离这一切 他找到少校希望可以重回战场 只是少校明白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应激造成的战后心理创伤 最终驳回山姆的请求 这导致山姆根本不能理解马基讲述的笑话 一时间山姆的沉默让整个屋子幽暗起来 以沙贝尔本能发现父亲的不正常 如今的他只想要回自己的叔叔汤米 格雷斯急忙找到山姆 他很想知道自己的丈夫到底经历了什么 那你和汤米又发生了什么 该来的还是要来 格雷斯明白这些事情是瞒不住的 他只得说出了两人的内衣文 但是山姆却依然怀疑 他不相信只有这一点隐秘 因为他坚信 妻子和弟弟一定睡在了一季 只是他不知道 大女儿伊沙贝尔已经听到了 方才夫妻二人的谈话 愤然出门的山姆兜兜转转 最终来到了战友乔伊的墓前 虎斯冥想了一整夜 山姆终于想通了一件事情 也正是这件事情 让她开始正面自己的孩子 正面伊沙贝尔那本能的躲避 孩子 我只是有些困惑 我总会好起来的 似乎还是那个熟悉的父亲 还有那个重复提起的笑话 那一刻伊沙贝尔不禁流泪 格雷斯询问丈夫昨晚去了哪里 山姆只能告诉妻子 昨晚一整夜的思考 终于让山姆明白 自己能活着实在太过幸运 只是抱着心爱的妻子 那个疑问依然营绕在山姆的心 好在终于迎来了小女儿马吉的生日 全家都有着马吉提前拆开礼物 只是等待叔叔汤米的伊沙贝尔 却迎来了汤米带来的另一个女人 汤米一个小时前认识的新女友 蒂娜 全家人都在听取马吉的小小故事 然而最不开心的就是伊沙贝尔 从来没有人关注过自己 从来都是父亲命令自己安分守起 蒂娜是一名护士 救死扶山的精神 让她对于战争有了新的见解 听着他人轻易地谈论自己经历的事情 让山姆瞬间觉得不安 此时希望引起注意的伊沙贝尔 不断拿走妹妹马吉的玩具 然而每一次都换来了父亲的制止 为什么妹妹的生日就能这么热闹 为什么自己的生日从未有过这样的待遇 委屈的伊沙贝尔不断捏着气球 她不关心叔叔亲女友的故事 不停地制造嘈杂的噪音 那一刻山姆终于愤怒了 她一手捏爆了女儿的气球 却换来了伊沙贝尔追恶毒的话语 原来自己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大女儿宁愿弟弟代替自己成为新父亲 妻子还是和弟弟发生了关系 那一刻全家人都沉默了 没有人知道这一切该怎么阻止 因为最难过的正是那个曾经的英雄 那一晚回家的路如同死寂一般 和雷斯也吃惊于两个女儿如今都更喜欢叔叔汤米 他只能哄骗女儿父亲一定会好起来 然而沙姆的行为越来越繁长 和雷斯急忙联络父亲一家 得知消息的汤米急忙出门 父亲除了阻止汤米参与他人的家事 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如今的乱局 好在继母急忙提醒父亲报警 此时山姆已经出离了愤怒 他询问妻子孩子是否入睡 而他选择了用最直接的方式 告诉妻子自己到底经历了什么 你本是我回家的最大希望 你却和我的弟弟纠缠在一起 那一刻山姆一下下砸碎了全新的厨房 他说不出当初自己对战友翻下的一切 说话间弟弟汤米走进厨房 他平静地抱住哥哥 希望哥哥冷静下来 但是格雷斯离去的身影 让山姆瞬间紧张 山姆终于拿出了僵 甚至认为门外的警车是弟弟所为 他不能伤害亲爱的妻子 他不能伤害一只保护的弟弟 我从来都不是英雄 因为你们从来都不会明白 我做过什么 那一刻山姆面对警察朝天空开了一枪 更是把枪口对准了自己 那一刻所有人都慌了 没有人想看到山姆的自己 千万不要哥哥 你是我哥哥 你是我的家人 求你了哥哥 放下来好吗 弟弟的恳求 妻子的痛苦 让山姆一下子平静下来 可那份平静却只是窒息前 濒临死亡的无限痛苦 在那个大雪之夜 汤米用尽一切方式告知警察 这不过是一场家事 但是那一声枪响 打破了两个女儿最后的心 同时也让格雷斯把最后一份愧疚 永远埋在了当初青春的记忆 他终于决定打开那份曾经的遗书 因为他想再次确认自己是否还爱着山姆 再次确认这个男人是否依然爱着自己 汤米终于在凌晨收到了哥哥的电话 如今 在疗养院接受药物的治疗 山姆已经逐渐稳定 如今山姆想向弟弟道歉 而另一份道歉 山姆选择在次日的午后 事到如今 他不知道是应该选择相信妻子 还是相信当晚愤怒的女儿 只不过这一次提前开口的是格雷斯 他想知道丈夫为何如此惩罚自己 他想知道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如果这一切自己无从得知 那么他真的没有再和山姆走下去的动力 家人和爱或许会因为自己的沉默消失 那一刻山姆流下了泪水 用尽全身力气讲出了当天的真相 格雷斯终于明白自己的男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仿佛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仿佛战争可以结束 但是对于山姆来说 他见到了战争的结束 只是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我还能重生吗 本片完 兄弟是2009年美国剧情片 本片翻拍自2004年丹麦电影《血海兄弟》 相比较于原片 本片卡斯分量格外强大 不仅有初代蜘蛛侠托比马奎尔 更有着实力派大咖杰克·哈伦吉尔 还有黑天鹅·纳塔利·波特曼 然而在这群星璀璨之中 我想夸夸那个大女儿伊莎贝尔 小姑娘几乎把爱恨情仇 用孩子的角度演绎得淋漓尽致 也正是他对着亲生父亲吼出的那句 我宁愿你去死 这让我对这个小姑娘好感全无 但是稀稀回想 不正是出色的演技 才让我讨厌这么一个大女儿吗 抛开战争 抛开爱情 我想谈谈电影中的另一个核心话题 原生家庭 电影中对于山姆和汤米的童年描述极少 直言片语中可以看出 老父亲是一个患有战后创伤的老士官 不仅酗酒 更是动不动就教训兄弟二人 这导致今生母亲离开了人世 而为了弟弟 山姆选择屈服于父亲 听父亲的话 练习橄榄球 听父亲的话 进入部队服役 而如同山姆的反面一般 自始至终 汤米都害怕父亲的淫威 却又用另一种叛逆的方式 报复着父亲 巧合的是 山姆的两个女儿也是如此 小女儿如同叔叔一般 不爱吃那豌豆 而大女儿却急忙说出自己的喜欢 以此讨好自己的父亲 直到自己的父亲去世 直到另一个新父亲 走进了大女儿的心 直到这一切 在那一晚爆发出咒骂的话语 很多时候 父母都不知道自己的行为 会给子女带来什么 尤其的小时候 因为自己爱说话 被打扰的父亲总是会吼我 导致如今自己对于噪音很是敏感 依然害怕争吵 害怕怒吼 害怕噪音 后续父亲已经忘记了这些事情 但是对于我来说 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 如同两个女儿想要的不是父亲的来来去去 而是如同叔叔对于伊莎贝尔的认同 如同一直不离不弃的陪伴玩耍 因为父母从来才是孩子最好的英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看完这个故事也受到触动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啦